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04集 带着忧郁白小桃委屈的回到了东府内 在那里长须短谈 最后感慨起来 一个人如果太优秀了不是一件好事 就像我这样 总能都担心免除了我十年任务 每个月还给我贡献点 白小桃美滋滋的发愁 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优秀了 这么下去该怎么办呢 罢了罢了罢了 既然不让我去执行任务 那我就炼药吧 原本执行任务也是为了赚取贡献点的 白小桃想到这里 颇有一种为了宗门 牺牲自己的感觉 走入了炼药房 要掌握所有三阶灵药的炼制方法 一踏入炼药房 白小桃的神色就严肃起来 时间流逝 转眼过去了半年 这半年 白小桃每天除了固定的修行时间 其他时候都是在炼药房炼的 没有材料了 就去用贡献点换取 整个人渐渐有些风魔起来 大药不熟练的掌握所有三阶灵药 绝不罢休的样子 期间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 他也曾去找李清侯问询 李清侯听到白小桃的那些问题 也很惊讶 这种对药道的钻研 在他看来绝非寻常药师可以做到的 联想到白小桃草木石碑的成绩 李清侯对于白小桃的药道充满了期待 每个人对于药道的理解都不一样 白小桃有这样的执着 李清侯很欣慰 没有直接告诉白小桃答案 而是鼓励他多去尝试 只有自己尝试过后 才会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药道 如果只是遵循规矩 则永远无法成为开拓一片领域的药道大师 白小桃很受鼓舞 研究更为的封魔 而宗门内 也因白小桃不再去执行任务 慢慢的恢复正常 不少人心底都松了口气 尤其是掌门正远东 终于觉得清静了好多 认为自己免出白小桃十年任务的行为是非常正确 慢慢的放下了心 一次 于李清侯下棋时 还提起了白小桃 白小桃这孩子最近都在炼药 走门内也都恢复如常 炼药是好事 让他炼吧 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这孩子之前还找过我 问我炼药的事情 我看他很多思绪新颖 让他自己琢磨 这样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药道之路 如今修真剑流传下来的单方 任何一个都是无数次的失败后才完成出来的 这孩子效仿仙人 是个好孩子 李清侯还笑 二人对于这半年来的宁静很是感慨 可感慨还没有持续多久 数日后 一声传遍乡云山的惊天巨响 从白小桃的洞府内传出 轰鸣八方 使得无数内门弟子被惊醒 就算是外门弟子 也都被吓得心神一阵 发生了什么事啊 天呐 莫非有人攻打我们灵溪宗 就在众人哗然时 白小冲咳嗽着 从洞府的炼药房跑出 一连漆黑 鼻涕眼泪都出来了 直接跳到了泉水里 清净一番 这才皱着眉头爬出 居然炸了 他很是费解 洞府内丹炉 是内门弟子的常规之物 虽是智势 可与炼药阁一模一样 按照道理来说 就算是灵药报废 丹炉也不会炸的 可方才 丹炉居然炸开 甚至洞府的阵法 都被激发出来 白小冲 百思不得其解 沉吟中叹了口气 开始修炼龙象化海经 随着这段日子的修行 他的修为 也要突破 只差一丝 白小冲不着急 修行完龙象化海经之后 又吞下了增加元气的灵药 运转不似长生宫 全是荧光更为璀璨 阴隐的似乎要出现一丝金芒 直至到了上午 白小春才深吸口气 收了弓法 站在洞府内 双目闭合后 双手抬起 体内运转水则国度的口诀 半炷香的时间后 他双眼猛的睁开 向前大吼一声 一股惊人的气势 从他身上默然散开 仿佛四周的环境 都有所改变 隐隐出现了水雾 可只持续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这一切就瞬间消散 白小春有些虚妥擦去汗水 这水则国度 他几乎每天都会练习 可到了现在 也仅仅是有了一丝气势而已 还要继续努力啊 白小春休息片刻 结束了今天的修行后 又想起了弹炉炸掉的事情 这半年来 他尝试炼制三阶灵药 虽有成功 可大多数都是失败 让他很无奈 此刻沉阴许久 隐隐找到了弹炉炸掉的原因所在 是药力激化后不稳 造成了爆炸 白小春若有所思 立刻外出 用贡献点换了丹炉回来 继续炼制 而湘云山的众人 也慢慢知道了 之前的轰鸣 来自白小春的洞府 一个个神色古怪 虽不知道这声音是如何形成的 可也能勉强接受 只是数日后 白小春在洞府的炼药房内 正聚精毁身的全力操控丹炉内的灵药 可这三阶灵药的难度太大 其他人炼制都是凭着经验与运气 十次能成三次 已是极高的造诣 可白小春追求的是极致 不解决所有问题 绝不罢休 如此一来 因他追寻每一个细节 甚至一个细节 往往会多次誓言 于是就产生了冲突 这一刻 他的双眼猛的睁大 他感受到了丹炉内灵药的不受控制 更是看到了丹炉出现了咔咔裂缝 白小春倒吸口气 背后翅膀一扇 瞬间离开炼药房 几乎是在他离开的刹那 一声比之前还要强烈的轰鸣 透天传出 整个乡云山无数人哗然 好不容易 才一个个忍了下来 可紧接着 三天后 白小春在炼药房内 发出尖叫 急速逃出后 第三声轰鸣 滔天而起 更为的惊人 尤其是七天后 白小春心惊胆战的炼丹时 突然倒吸口气 展开全速逃顿 他的身后 第四声轰鸣 震耳欲聋 整个炼药房 都坍塌了一小半 向羽山彻底震动了 所有弟子眼睛都红了 一个个打探之后 都知道了白小春在炼丹 可他们想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炼丹的 居然会传出这种巨想 我问了林药堂 这段日子 白小春去换了七八个丹炉了 那声音啊 是丹炉炸开的声音 这白小春到底在裂什么玩意儿啊 该死他 他也不怕把自己鸽给炸死 在这所有人的愤怒下 轰鸣巨想没有结束 陆续的传出 一个月的时间 白小春的洞府内传出的巨想 足有七次 一次比一次强力 尤其是最后一次 整个向羽山居然都摇晃了一下 白小春的洞府差点被炸开 吓得白小春赶紧跑出时 向羽山的内门弟子与外门弟子都抓狂了 这一个月 他们甚至都不敢沉心修行 每一次都被惊醒 使得他们心脏狂跳 都出现了恍惚 被折磨得 眼中都有了血死 一个个都快要控制不住怒火了 尤其是 就连隔音的阵法 似乎都对这声音效果不是很好 使得所有弟子 纷纷的怒火滔天 就连长老也都心惊了 对于造成这一切的白小春 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丹炉炸开的声音 这白小春是在裂药吗 他裂什么药啊这是 没有结束 在第二个月时 这声音更大了 轰鸣不断 一共传出了十多次 几乎每两天必有一次 直至向羽山的弟子承受不住了 纷纷发狂 集体的杀上了白小春的洞府外 传出怒吼 白小春委屈 赶紧出来解释 他看着洞府外上千的弟子 面色都苍白了 最后用力的拍着小胸口 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后 这才平息了众怒 好不容易 送走了众人 白小春哭丧着脸回到了洞府内 看着炼药房已经坍塌了大半 爱生叹气的走了进去 拿出一个新丹炉 在那里发呆 有心去找李清侯问问 可一想到 李清侯让自己去尝试研究琢磨 他就咬了咬牙 继续的思索 数日后 他忽然一拍大腿 双眼冒光 对了 一定是没有温炉的缘故 他想到这个李 立刻振奋 再次的尝试 三天后的深夜 向余山所有人 全部听到了又一声的 惊天动地的轰鸣 一个内门弟子 都被吓得险些崩溃 劈头散发的冲出 发出凄厉的嘶吼 白小川 你哪怕是天骄 我 我也要打你 不仅是他一个 很快的 在这深夜里 几乎所有内门弟子都冲住了 就连周新奇 也都疲惫的出现 直奔白小川的洞服 在白小川一脸 裴笑的多次保证后 他们心里无奈 白小川的态度太好了 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态度不好 还好说 打不了大打一架 可眼下 只能咬牙接受 白小川疲惫地回到了洞府 欲哭无泪 他觉得坚持自己的理想 是困难成成 我白小川 绝对不会放弃的 他一咬牙 再次地取出一个单炉 死死地盯着 这一次沉吟 足有半个月的时间 他已将所有问题都找过 甚至每一个细节 都琢磨了好久 地火 一定是地火的缘故 白小川猛地抬头 眼中带着血丝 再次炼制 五天后 清晨时 一声让李清侯都目瞪口呆 甚至紫鼎山雨 清风山都听到的巨响 从香云山内 木然地传出 距离白小川洞附近的那门弟子 一个个都在这巨响中被震傻了 尤其是周新奇 整个人都要疯了 周长老的几只鸟发出尖叫 被吓得羽毛都脱落不少 灵尾鸡颤斗 一个个口吐白沫 那门弟子被震得头云眼花 而白小川的洞服 此刻所有阵法齐齐开启 一股地火轰然爆发 甚至引动了香云山的大阵 白小川挣扎的爬出时 他全身上下一片漆黑 可眼中却有激动 他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不是地火主动引发 而是灵药的相生相克 引起了无穷变化 才出现这样的事情 三界丹药 已经讲究相生相克之法 很快的 香云山上到长老 下到外门弟子 全部出动 浩浩荡荡的杀向白小川这里 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石块 被上万人怒视啊 白小川忐忑地爬起 狠狠地一拍胸口 我保证 他的话语还没有说完 这上万人就有不少 立刻扔出了石头 毕竟是同门 不会在这里斗法 可石头还是可以的 保证你个头 无助带着怒意的石头 轰鸣地而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